无逆时务是造地狱 毁谤大臣是造地狱 临终这口气没短 遇到了善友 这就遇到好人了 这个好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劝他忏悔 劝他认错 他真的认错了 真的忏悔后不再造了 这个时候凭他的真心 真怨 生年就那么生 这是说出 为什么这个法叫真实纯意之法 无有全取 为什么这个法叫称信 活盘脱出 毫无保留 佛说一切进 确实这是经历的某一部分 其他的不当机的不说 究竟圆满法轮 唯独刺激 我们今天遇到了 这一本就够了 不必再找麻烦了 要学各路讲 要学学无私 出家人的朋友 在家人 在家人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答住四个字 幸运痴迷 一行一役 求神进土 敬阿弥陀佛 像文书 普贤一样 没有别的念头 就是想 往生极乐世界 面见阿弥陀佛 可见本境 乃光瘦万类 仆贝三根子 阿弥陀佑 能遇万病 阿弥陀佑 是当时 古印度的 一种尘药 什么病都能治 这个药可以治万病 这一部无量寿经 在佛法里头 不仅是释迦 一代释迦 社坊三世 一切诸佛 甚叫之中 他是阿弥陀佑 一切众生 全都得度 没有一个漏掉的 我们今天有幸 遇到这个法门 那我们就晓得了 那我们就晓得了 最究竟的 最圆满的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我们遇到一切灾力 大家都求这 应对的方法 求福咒 求这一些 神通 我们要冷静 想一想 总不如一句 阿弥陀佛 我们教学楼 讲说风水不好 这边冲 这个 那边冲 上面写个阿弥陀佛 什么都解决了 我必须找这个招 难道麻烦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阿切陀要 总治万病 也总治魔外 要魔外道 遇到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了 阿弥陀佛 不杀他 不害他 阿弥陀佛 叫他做菩萨 真正 一切不善 都变成善法 一切不利 都变成吉祥 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看到的一句名号 是究竟圆满的迹象 不离